其实从火力军知道台湾研发雄风系列导弹的时候 就开始关注这个系列的武器 同时也知道台湾为了能大力拓展雄风系列导弹 规划出了多个提升专案 包括雄笋专案、昆鹏专案、盘龙专案等等 如今台湾又有改良版雄风导弹出来了 这次成功改良的是雄风三型反舰导弹 并借此发展出航母杀手 根据最新消息 这个航母杀手在20次试射中全部命中靶剑 据说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 速度也有5马赫 中山科学院所研发的1000公里以上远程导弹 目前已有1000公里的几封导弹 1200公里的贴地飞行增程型雄风2E导弹 1200到1500公里的云风导弹 如果此款晋级音速导弹正式服役的话 将成为台湾第4种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导弹 目前台湾现役的雄风2B型反舰导弹的作战范围已经达到148公里 雄三反舰导弹则是150到200公里之间 增程型雄三据说可以达到400公里 将极大增强台湾反舰能力 等将增程型雄三与雄三反舰导弹混合搭配部署后 台湾将拥有极大的打击能力 此次公开的这款导弹 主要攻击目标是航空母舰 方式是从高空发射进行俯冲攻击 并且速度快 精度高 使其拥有比较不错的突防能力 称得上航母杀手 而这款导弹的原型就是雄风三型 另外还有一款以雄损专案进行研发的 极音速巡异反舰导弹 射程达到800公里 这两款雄三导弹改良型试射均相当成功 全部命中靶剑 也可以这样说 雄三导弹大升级除了射程翻倍提升以外 极音速巡异 主动雷达巡标器 推进系统以及弹头引爆等四大关键技术 也全部通过测试 多平台发射的好处想必大家都知道 这就跟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 并且多平台发展 还能大大减少军队后期能力 提高作战效率 所以台湾雄三改良型 极音速反舰导弹计划 也是朝着空射 舰射 以及陆射三类发展 雄三舰射型反舰导弹 已部署在海军各式军舰上 然后台湾又以盘龙专案 变列60亿新台币 从2016年到2023年 研制雄三陆基增程型反舰导弹 射程从建设型的150公里 提升到最大射程400公里 这是因为陆基型导弹 不受体积容量的限制 该型导弹是雄三系列反舰导弹中 个头最大的 在2019年的12月26日 中山科学院在九棚外海 完成了陆基增程型雄丰三型反舰导弹试射 测试弹在其东部空域飞行达400公里 充分验证射程后顺利击中目标 另外 自今年开始 台湾已经启动了雄三陆基增程型反舰导弹的量产 同时向美国采购了100套 数量达到400枚的 岸基鱼雷反舰导弹 也开始陆续交付 海军暗制反舰导弹中队的总数量 将达到20至25个 扩边就以机动中队为主 因以机动中队为打击主力 当然 在台湾发展的雄三改良型中 火力军最感兴趣的还是空射型雄三 舰射型雄三反舰导弹 高空高速最大射程为400公里 低空高速最大射程为150公里 高空飞行模式攻击舰队 非常容易受到拦截 而在低空飞行模式下 想要接近舰队150公里 同样有难度 于是台湾在舰载型陆基型雄三导弹 改良完成后 启动了空射型雄三的研发 并以雄志专案编列88亿新台币 计划在2025年中之前 完成空射型雄三的研发与作战测评 并在2027年结案前 量产空军所需要的雄三空射型反舰导弹 这也是中山科学院 即天舰二型导弹之后 第二种具有舰射陆射 以及空射立体远距打击运用的 极音速反舰导弹 当初中山科学院 在规划研发雄二舰载型反舰导弹的时候 就比照美智鱼叉反舰导弹的模式 在IDF战机完成响展专案性能提升后 战机机翼结构除了可以挂在万箭弹以外 还能挂在四枚天舰二型中程空空导弹 在2017年中科学院就提出了空射型雄二反舰导弹的构想 同时研发了陆基与空射型雄二 当年完成挂载在IDF战机的空射型雄二后 曾短暂的对外展示这款导弹 然而受限于IDF战机的机体结构等因素 再加上当时空军F-16已经装备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0公里的AGM-84L鱼叉反舰导弹 再加上F-16的作战半径 最大打击范围已经达到1500公里 所以并没有将此构想纳入作战需求 空射型雄二反舰导弹没有进入量产 便结束了研发项目 近年来中科院在雄风系列导弹系统上 不断精进延改 再加上IDF战机已经全数完成性能升级 强化版的IDF战机搭配空射型雄三反舰导弹 已经不会形成问题了 万舰弹的重量在800到900公斤之间 而现役剑射型雄三与陆射型雄三的重量 在1500公斤左右 空射型想要在IDF战机上挂载的话 势必要将其重量减轻三分之一 长度需要接近雄二 在4.8米以下 才能减轻IDF战机的承载复合 因此空射型雄三反舰导弹 是雄三系列中体积最小的 假设空射型雄三的重量在950公斤 在没有加力气的情况下 可比照万舰弹模式挂载在IDF战机的机翼下方 预计最多挂载两枚 但弹体缩小 重量减轻的同时 缩小后弹体空间有限 燃料受限等因素 设程约在120公里 另外 中科院在盘龙专案 研发陆机版本的同时 已经对空射型所需要的 小型冲压引擎进行规划 并在其他专案计划中也进行测试 目前相关研制任务已进入新的阶段 中科院部分已完成大部分的测评工作 后续将交由空军进行作战测评 为了战备需求 同时也为了缩短担任战备的7成 空射型在进行研发的同时 已经开始进行小批次量产的备料 以及生产技术成熟的相关零组件 只要系统成功整合 并通过初期作战测评后 小批量生产也将同时进行 预计5年内 空射型熊三反舰导弹 将成为IDF战机的制海利器 那么台湾有没有可能 再推出一款空射型熊三的海基版本呢 因为空射型缩小了尺寸 原本只能携带熊二反舰导弹的军舰 是不是也可以兼用一下空射型熊三呢 当然 建设的话需要装备将力气弥补航程 维持约100公里的超音速反舰能力 这样就能强化康定级光六的反舰威胁性 用海基版小熊三替换掉一半 甚至全部的海军舰艇装备的熊二反舰导弹 接下来的熊二可以交给陆基海风大队与海巡安平级 当成后备弹药使用 除了熊三改良型得到发展以外 熊二增程型也得到了突破 除了原有的次音速构型 中山科学院又进一步研发出极音速版的新弹型 是一种中低空攻击的导弹 目前暂时仍沿用熊二E为代号 熊翼导弹最核心的技术应该就是发动机了 这是保证其飞行速度飞行距离的基础 涡轮扇引擎进气量大 并且耗油低 效能高 可以为导弹提供足够的飞行动力与航程 自1980年代 台湾开始发展IDF战机所使用的TFE-1042中型涡轮扇引擎 培植了军机引擎技术及人力基础 又以此技术为基数 发展各式涡轮扇引擎 除提供导弹与靶机所需 也衍生运用于UAV无人机和UCAV无人机所需的动力系统 为了研发这款导弹 中山科学院专门研发了昆蓬涡轮扇引擎 相较于原本熊二的引擎 昆蓬引擎更小 也更加节省燃料 是为长程飞行的巡翼导弹量身定做的 昆蓬引擎在1998年完成了点火燃烧 以及核心引擎和全引擎三阶段的分别测试 随着中科院各项关键性组件的技术升级 以及研发熊二E巡翼导弹的 昆蓬引擎缩小和轻量化后 导弹长时间飞行更加节省燃料 再加上导弹系统的精进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熊二E巡翼导弹的技术 早已在量产型上运用 熊二导弹改良型共有两种 分别为AB两款 A型射程500公里 B型射程1000公里 两款导弹所装备的引擎并不相同 代号昆蓬计划的B型弹 采用涡轮扇引擎推进技术 可以在省油状态下飞得更远 目前AB两型导弹 已分别在2004年2007年完成试射 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B型弹 除了打击精度获得大幅提升以外 还开发出了能极音速飞行的新弹型 不过并未采用熊二F等其他新名称为代号 无论是次音速的熊二E 还是极音速的熊二E 都只能携带传统弹头 因为部署这种导弹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摧毁或瘫痪敌方目标 而是用于迟滞或打断计划与节奏 随着近年来关键技术解封 中山科学院陆续购得所需要的组件后 再加上这几年 空军对万箭弹的作战测评 将极数炸弹散发改为多次性投放 具备了两个目标区以上的 破坏能力等技术成熟 目前熊二E系列巡异飞弹 采用高爆和极数炸弹两种弹头 目前不确定的是 熊二E极音速巡异飞弹 是否与阴风熊三导弹一样 采用冲压引擎 仅透露出新型熊二E巡异导弹 具备极音速攻击地面目标的能力 在制导方式上 也不仅仅依靠GPS制导 还能通过地形匹配 或末段雷达导引等不同方式进行制导 随着熊二E与增程型巡异导弹陆续量产 并剥交特种导弹部队部署 台湾也随机启动了熊损项目 中山科学院以熊损项目编列36亿新台币 自2021年起 将在五年内研发射程2000公里的巡异导弹 熊损导弹将具备隐身能力 并发展陆基与海基两种型号 未来将与熊二E、熊二E增程型 以及熊三进行搭配 熊二反舰导弹采用掠海巡航 速度可以达到次因素 与熊三导弹搭配运用 可采用多弹或不同弹种 以饱和攻击模式执行攻击任务 以可达到异地发射同时命中 以及先后发射同时弹着的作战模式 熊损长程巡异导弹 与几封中程地对地导弹 也被列为台湾两款战略性武器 根据提升海空战力特别预算案 中科院将量产舰箱无人攻击载具 万箭弹、熊二级熊升导弹 天空三型防空导弹 陆射型与箭射型箭二导弹 增程型空射箭二导弹 熊三级增程熊三反舰导弹等 中科院先前投资兴建的导弹量产厂房 顺利运作 目前个型到底哪的生产线 已经达到了16条 可说是能量全开 提升海空战力特别预算案中显示 其中暗机反舰导弹系统的第一阶段 将海风大队的机动中队扩编为8个 同时将现有的6个固定阵地系统 进行性能提升 将导弹部署机动化 分别部署现役熊二熊三陆机反舰导弹系统 在第二阶段将会采购增程型熊三 也就是已经进入作战测评中的盘龙专案 目前规划变成8个驱队 并入海风大队所扩编的8个反舰导弹机动中队 进行执行战备 你们觉得 雄损极音速导弹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作战测评 并进行量产呢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ifica families 声略 声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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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畅